拉丽鲁很高兴邀请您加入Bobby航空公司 坐上座位享受您的飞行吧 有一个迷人的空姐在这里帮助乘客 让我们为辛迪做一件空姐制服 在运动布料上描摸板 几个街缝 白色上衣准备好了 我们需要做一条铅笔裙来搭配 别忘了一件夹克 我们的设计师干得很出色 我们只需要添加一些油瓣珠做的钮扣 并添加一些口袋 粉红色的围巾是完美的配饰 用金色笔记三漆凸出袖口 加上一个别针 它是空姐制服的一部分 用泡沫纸做一点帽子 增上细节 用金锡勾勒出轮廓 哇 辛迪 这真的很适合你 拿一双钢钢鞋来搭配围巾 一根粉红色的包 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飞鞋了 辛迪迫不及待地想再飞一次 在光明纸上打印护照和飞机票的图片 折叠护照 包票放在里面 尽量不要忘在家里 文件准备好了 我们带上它们去旅行吧 从医疗面膜上剪出小举行碎片 附加弹心带 在公共场所遵守安全规定很重要 每个人都应该格外小心 所以每个乘客都得戴口罩 巴比航空公司正在登机 你的文件都没错 请进 登机前 所有乘客都以检查行李来确保 他们的东西可以安全携带登机 用铅笔磨刀做一个手提箱 里面垃圾太多了 是时候该清理干净了 将泡沫纸条粘在橡皮操的底部 留下一个环 添加用咖啡搅拌器做的墨纸手柄 用泡沫纸盖住它 还要连接一堆轮子 向手柄添加小附件 并绘制它们以配置手提箱 现在我们只需要装饰 沾上闪光泡沫纸 用胶带装饰边缘 添加口袋和一些旅行贴纸 行李检查完成 你不能把非法物品 放在像这样可爱的手提箱里 嘿嘿 杰克和本是兄弟飞行员 我们很幸运能一起飞 蓝色制服的模板已经到达工作室 裁缝 你需要做夹克和裤子啊 飞行员的飞行不能迟到 耶 制服准备好了 哦 我们忘了衬衫 画轮廓并缝制两块 为颈部剪一个开口 然后把衬衫放一个面 还没有结束 我们需要一个整洁的衣领 和黑色的领带 粘上金属钮扣 用金丝带装饰袖口 将航空公司标灰贴在胸前 我们有一个小仪式来带来好运 我们做到了 用黑色泡沫纸制作一顶试验帽 粘上中阳板 添加一些光泽与黑色指甲油 用金线 珠子 和航空公司标志装饰它 一切都准备好了 用丙续酸漆涂挖挖眼睛 然后涂黑色指甲油 眼睛现在被保护在太阳的照射下 没有什么能挡住飞行员的事业 欢迎飞行员杰克 你准备好飞行了吗 飞行员本 时刻准备着 飞行员兄弟在起飞前享受着他们的空险时间 等机前没剩多少时间了 这是邀请他们上飞机的信号 绿兔鱼块 服装标签可以变成托盘 剪出一块银色的矩形 添加几个带开口的手柄 加副细节 很快就要上菜了 这么多美味的食物 伙计们 你们还好吗 新低飞行进行得非常顺利 这是吃的东西 我带了羊角面包和热咖啡 乘务员正在提供食物 但突然之间有一些抖动 对不起 我们会收拾干净的 后部 我的皮大一毁了 你需要更加小心 后面那位女士总是抱怨 她喝苏打水的时候都在发牢骚 我又傻了 等一下 用这个餐厅纸 拿这个纸袋以防你感到恶心 摇摇欲绝的道路 和串流相笔质没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乘客都需要纸袋 将西游纸折成两半并粘合 制作底部部分 弯曲顶部 有这个袋子病人们不必担心身边啦 亲爱的乘客们 飞机正进入川流区 如果您感到不湿 请使用纸袋 打开纸袋 按压嘴和鼻子呼吸 直到你感觉好些 做一个食物托盘 从旧玩具上去下多余的附件 粘一张泡沫纸 将导线塑造为手柄 旧车上的四个轮子非常适合我们的车 我们需要更多的空间 做一个抽屉吧 把车轮涂成银色 折叠餐巾纸 并放上装有不同饮料的玻璃杯 小姐 这是你的奶昔 它有你要求的新鲜草莓 密封吸管的一边 用白色饼三七填充管子 从旧油气管上连接一点帽子 填充标签 牙膏就准备好了 是时候给这个旧美妆蛋改的换面了 拆下中间部分 并将其做成圆弧形 将这块折叠成两半 我们做了一个舒适的紧枕 一条蕾丝丝带会让乘客感到舒适 剪下一个睡觉的面具 泡沫只是最好的材料 用一个小线装饰边缘 并撒金色闪光 添加花鞭和弹性带 是面罩保持原味 几个小时了 芭比决定小睡会儿 睡眠套件在旅行时派上用场 不论你在哪 它都可以帮助你入睡 心底给乘客盖上毯子 从旧玩具中取下吸盘 用加热的圆壁前 密封管的边缘 添加弹性带 完成了 所有的乘客都有氧气面罩 巴比一睡着 飞机都达到了很高的高度 乘务员要求乘客戴上氧气面罩 连巴比都同意了 沙拉几周后要生宝宝了 她决定在生产之前去度假 但是这次飞行时 宝宝想要提前出来 你好吗机场 我们需要紧急降落 我们的一个乘客开始分娩了 幸运的是 飞机上有个医生 宝宝在半空中出生了 好了宝贝 别哭 这是妈妈 她真漂亮 当我女儿长大后 可能会成为一个空姐 会是飞行员 给我们的视频点赞 订阅拉里路频道 并打开天视灵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我们的新视频了